這裡是在企業 這樣我們的薪水 現在這個經期回溫 如果十月份上新的資格率已經下降 這行政年初期的總署第一十分也公佈了 一百零三年人力運用調查的統計結果 我們今年再來有八百七十一萬 紅茶的樓梗 每個月平均的收集 是三萬五千九百八十六塊 有比九年增加了四百三十五塊 其中一個薪水不到三萬塊的人數 有在下降 比三萬塊更高的人數有在下降 這代表到加薪水有感到 學者人員應該沒有那麼多六塊 經期回升政府拚人民加薪水有感到 經過主計總署公佈上新的授示 再來台幼八百七十萬的樓梗 今年平均一個月薪水是三萬五千九百八十六塊 比今年增加四百三十五塊 其中一個月薪水比三萬塊更高 有三百四十八萬三千人 比今年減少八萬七千人 不過同樣是減大多數 減三十七 三萬塊以上 五萬塊以下的 今年有三百七十一萬兩千人 比今年增加了十六萬四千人 結果過薪水五萬塊以上的是 有十百五十一萬三千人 也比今年增加四萬九千人 結果過薪水不到三萬塊以下的人有下降 比三萬塊更高的有增加 這不是代表國內六甲加薪水有希望 學者沒有那麼樂觀 同樣的調查他也發現國內 這個連這個就是按案件記錄的或暗時記錄的人也在增加 這種臨時能力的話 當你景氣好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的人多 因為他是臨時的 所以基本上你也比較願意付比較高的代價 去取得這樣的能力 另外政府為了國內蓄加薪水 提出蓄加薪水更減稅的循環 而且認為效果應有限 市民人認為政府要國內蓄加薪水的手段和港股都有限 不如將經期補好做好三業專程 這樣樂觀薪水支援增加更實在 記者看著馬大昇 台北報道